好 上個月二十二號 空軍兩架F-51戰機疑似在空中擦撞 造成兩名飛官殉職 按照規定 初期調查報告 要在四十五天之內出爐 而國防部長邱國正今天表示 會蒐集各界的疑慮 嗜切對外來進行說明 不過因為極起的飛安意外 也傳出了三名F-5戰機的學官 主動申請退訓 儘管空軍司令部發出了新聞稿 嚴正駁斥 但是國防部長邱國正 卻沒有否認 只強調會持續維護國軍的士氣 失蹤二十七天 國軍終於在十八號 找到空軍飛官潘隱尊遺體 短短不到五個月 F-51戰機發生兩起意外 折損三名飛官 因此傳出有三名F-51戰機學官 申請退訓 還有兩位教官擔心安全問題 萌生退意 F-5戰機退訓潮國防部長沒否認 空軍卻在十八號發新聞稿駁斥 說背離事實 如今也傳出兩架F-51 在三月二十二號疑似空中擦撞 事故的初期調查報告 預計將在五月六號出爐 但F-51最近兩起意外 飛官即使跳傘依然不幸殉職 空軍緊急編列三千多萬元 要更換F-5戰機彈射椅 不過到今年年底前 預計只能改裝一架 軍方計畫二零二四年 臺東制航基地接收三十三架 永鷹號高級教練機 滿足飛行訓練能量後 就要泰除已經服役 超過四十年的F-5戰機 華氏新聞機關城市學 特別報導 側散告